敌军十万大军压境 密密麻麻惊心动魄 跑苦轰鸣硝烟泥满 遮天避玉 两位王子同样英勇和无畏 缩向披靡斩杀敌军 被水一战中浴血搏杀 击退了超出自身四倍兵力的敌人 赢得了大战的胜利 但解救人质使得八货赢得民心 最后太后宣布八货成为王储 王国沉浸在细清气氛中 加冕仪式择日举办 人民翘首以盼 按照习俗 太后需要头顶火盆走向神庙 民众正欢呼雀跃 一旁的大象却发狂起来 民众惊慌失措 顿时一片混乱 太后命令卡塔帕撤离民众 自己则朝着神庙坚定走去 发狂的大象也逐渐接近 正在此时 力大无穷的八货 独自拉着巨大的雕像出现 他临危不乱 撞开了发狂的大象 让太后顺利通行 大象沉浮了 八货站立在高大的巷背上 发射燃烧的火箭 朝着恶魔雕塑社区 民心所向 众望所归 八货八力勇猛无比 骁勇善战 同时又正知善良 人们正比高呼 发自内心地爱戴这位王储 巴拉一派 则宣泄着痛恨和不满 仇恨的阴云覆盖了他们 正酝酿着丑恶的阴谋 在登基之前 太后要求八货游历全国 看到沉民的欢乐与爱上 真正懂得沉民的心 卡塔帕陪同前去 两人出发 跨越平原 翻山越岭 替杀民情 他们来到一处水边休息 却看到了无数服饰 原来 有一伙强盗 在整个王国烧杀强掠 将百姓淹死河中 当作娱乐 两人来到一处村庄 八货注意到一位美丽的女人 正在此时 强盗们从树林中袭来 两伙人开始交战 只见女人手持利刃 与几名强盗交手 刀剑快如闪电 戈斗技巧过人 毫不费力地斩杀强盗 英姿萨爽 八货一剑清心 八货也发现了树林里埋伏的强盗 和卡塔帕单将匹马的闯入 与数十名强盗交手 飞身上前 手持斧头 配合墨迹 游刃有余 以一敌众 八货陷入了爱情的甜美 始终面带微笑 心不在焉 却轻松击败敌人 原来 这个让八货一见青青的漂亮女人 是昆塔拉王国的公主 名叫图妞妞 为了接近图妞妞 两人隐形埋名 图妞妞看八货身强体壮 可以成为一名使兵 单小的王子资高奋勇 教导他剑术 一生日启程 回到昆塔拉王国 沿途的百姓安居乐业 恢红华丽的宫殿内 王子叫八货剑术 被图妞妞吸引而分心的八货 借着王子掩饰 离开了树桩 图妞妞感到奇怪 夜晚 卡塔帕问八货 何不谈录身份 八货则认为 卡塔帕不解风情 第二天 这人出来打猎野猪奔逃 图妞妞和王子一同射出箭 八货暗中帮助王子 射中了一只又一只野猪 图妞妞心生怀疑 将被半岛石被八货扶住 图妞妞认为 八货的手是勇士的手 图妞妞测试八货 眼看着妞朝他而来 八货却震得原地不动 被撞翻在地 假装摔动了胳膊 卡塔帕 借机促成两人的情愫 图妞妞向神明祈祷 再歌再舞 少女们 潜唱着自己的心意和情愫 而八货就在一旁看着 心生欢喜 在月光下 乐曲中 一对年轻男女 互通情谊 而另一边的八货等人 得到消息 得知八货爱上了图妞妞 当八货看到图妞妞的画像 也不可自拔地 爱上了图妞妞 是要先一步得到图妞妞 她向太后表达了 对图妞妞的迷恋 太后承诺为她赐婚 承身的礼物 送到了昆塔拉王国 但施者气眼嚣张 引起图妞妞的不满 图妞妞妞面对金银财宝 不为所动 拒绝了图妞 言辞激烈 更是惹怒了太后 太后气得 要向昆塔拉宣战 被巴拉的父亲制止 她建议 让八货把图妞妞妞 作为囚犯带回 太后下达了该命令 而八货却误以为 太后是为她求许图妞妞 夜晚外面传来动静 八货快步走出屋子 成千上万 秘密妈妈的强盗 向昆塔拉王公涌去 八货和卡塔帕 阻挡在前 刀剑行云流水 动作流畅很利 力打无穷 记忆高超 震撼了众人 警报敲响 强盗们将要破门而入 侍女们瑟瑟发抖 八货鼓励胆小的王子 但王子胆小懦弱 刀刮破了王子的皮肤 鲜血流在地上 但敌人向女人们走去 王子鼓起勇气 半倒敌人 刺穿了她的喉咙 这一刻 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 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在呐喊着杀死敌人 兔牛也遭到了敌人的包围 她表情坚毅 临危不乱 手势弓箭不断射向敌人 在敌军不断接近下 八货从她身后出现 只见她飞上空中 三剑齐发 宛若神奇 两人四目相对 情意绵绵 八货叫兔牛射箭 两人配合默契 力无虚发 陷阱命中 王公城墙外是数不清的敌人 为了保驾卫国 牧民也被征集而来 敌军通过大树 爬上城墙 众人严阵以待 八货率先发射燃烧的火箭 这边率领牧民的喀塔帕 收到讯号 紧接着 从山上奔躺而下的 竟是一群燃烧着牛角的火牛 他们狂奔着 冲击着敌军 仿佛连成一条燃烧的银河 失控的火牛 向兔牛奔来时 八货救了兔牛牛 更让兔牛牛放心安徐 火牛阵后 敌军袭来 双方开始打斗 身着红衣的八货 勇往直前 一笛白 英勇无比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他在奔腾的牛群上跳跃 牧民们紧随其后 他们朝山上跑去 放着钩子和绳索 让奔跑的牛群牵引 竟是破坏了水坝 冲下来的大水 席卷了敌人 将他们统统卷落山崖 八货恭喜王子成为勇士 光感谢八货出手相求 八货坦承他爱上了兔牛牛 兔牛牛则笑着回应 气氛正火热 八货却收到了太后的来信 瞬间泼了一盆冷水 八货的胸膛 也揭露了八货的身份 摸洗锅的王储 烈火中 八货退去了一扇 斩路铠甲 得到了众人的沉浮 八货认为双方存在误解 请求兔牛牛作为囚犯 和他回去 但遭到拒绝 八货承诺 誓死捍卫兔牛牛的尊严 两人才交叠双手 达成和解 八货和兔牛牛准备启程 兔牛牛差点摔倒 八货用手臂搭起桥梁 让兔牛牛行走 在场的人都面露笑容 华丽的天河船 在水中穿行 她万冲霞光而来 波涛汹涌 下一秒又扶摇直上 犹如仙境 再歌再舞 欢声笑语 这对有情人 如童话一般 甜蜜而幸福 八货带着兔牛牛 来到巨大壮严的宫殿 兔牛牛请求太后的原谅 太后要为巴拉死婚 兔牛牛坦言自己 爱上的是八货 作为一位兔牛牛 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丈夫 彻底激怒了太后 太后一声令下 世卫们抽到包围兔牛牛 八货党在兔牛牛身前 公然违抗太后 这正中了挑拨离间之计 太后给八货两个选择 成为国王或者娶兔牛 八货果断放弃王位 太后立即宣布 由巴拉继承王位 巴拉得逞 顺利举行了加冕仪式 八货指挥着整齐排列的阵营 向国王致敬 尽管八货坐上王位 但只有八货得到百姓的支持 所有民族自发喊起了 八货八礼 巴拉遭受加冕仪式的七十大儒 心怀怨恨 为了除掉心头大患八货 父子两人继续谋划 这一边的八货和兔牛牛 倒是顺利成婚 幸福美满 其乐融融 很快兔牛牛就有了身孕 巴拉趁机解除了八货的公职 兔牛牛对此不满 公然辱骂巴拉 称八货才是民众的希望 场面不惯而散 等世卫调戏妇女和兔牛牛时 兔牛牛抽出世卫妖精的匕首 斩断了她的收持 因此她带着镣铐被审判 八货赶到 兔牛牛说出事实经过 八货直接八剑杀了世卫 一剑封侯 也斩断了兔牛牛的镣铐 此举公然挑衅国王及太后 太后叫两人去逐出皇室 贬为庶民 八货平静地接受了 带着兔牛牛离开宫殿 宫殿之外 则是重新欢迎的民众 两人离开宫殿 八货和兔牛牛 让民众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人们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 一切都被巴拉看在眼里 只要八货活着一天 她都会被当做国王 所以她必须除掉八货 八货和百姓们亲如一家 正在欢声下雨中 遭到了刺客 被王子发现 王子清醒了阴谋 先去刺杀八货 天真的王子 没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向着王座上的八货扑去 心中还念着 要成为一名勇士 但最终被杀死 八货获得了 杀死八货巴黎的正当理由 谋反 太后被这一切所蒙蔽 最后狠心下恋 卡塔帕先去杀死八货 经过一番威逼利诱 卡塔帕妥协 兔妞妞分娩的当晚 听说卡塔帕被皇室处死 八货策马赶往营救 只见卡塔帕被绑在树上 八货联盟上千解救 暗箭难防 为了保护卡塔帕 八货伸中树剑 卡塔帕让八货 别管他赶紧离开 八货却勇敢无畏 雷声作响 敌人袭来 即使身受重伤 八货也能一滴白 天雷披中树木 火光炸现 八货背对着卡塔帕 与敌人缠斗时 卡塔帕却手持宝剑 刺穿了他的身体 一代英雄 最终在这漫天的火光陨落 巴拉倒来 对着八货的尸体泄愤 卡塔帕这才知道 他们的阴谋 雷声阵阵 火光漫天 百姓们聚集起来 全闻八货的生死 卡塔帕拖着带血的宝剑 来向太后复命 双手沾满了八货的鲜血 卡塔帕揭开巴拉的阴谋 太后留下鬼恨的泪水 在八货生命尽头的一言 是照顾好她的母亲 这时 兔妞妞抱着婴儿 推门而入 巴拉和她的父亲 也到来了 要求太后斩草除根 太后则朝着兔妞妞和孩子走去 忏悔她的罪行 民众纠集在宫殿前 太后亲自宣布了 八货的死讯 将八货的儿子 任命为新国王 民众已知认可 太后准备召开议会 判处巴拉 但巴拉一声令下 要杀死太后和孩子 士兵们涌入宫殿 喀塔巴周旋 刚刚分辨的兔妞妞无法离开 太后只能带着孩子逃离 巴拉将见识对准了太后 太后落入河中 整个王宫都落入了巴拉的魔掌 她仇恨兔妞妞 分毁了昆塔拉王国 所有人都以为 太后和孩子死了 而兔妞妞则沦为奴隶 多年后 随着喀塔巴的讲述 小八才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她对着饱受折磨的母亲下跪 献红的眼睛 燃起了仇恨的火光 她的母亲和王国 已经等待了25年 双手就是武器 每个人都是一支军队 信仰的力量充斥着他们的身体 而成为国王的巴拉 得知兔妞妞被解救之后 怒火中烧 正在这时警报拉响 小八救急民众向王室宣战 巴拉立于城墙之上 透过望远镜 看到了兔妞妞 拎着她儿子的人头 身后还跟着 酷似巴黒的男人 他们惊居不已 兔妞妞将人头扔到空中 小八一键射去 一带的士兵和奔游而来的骑兵 小八面目改色 举起弓箭射中机关 当时的树桩 扎倒了一批又一批的士兵 场面一片混乱 双方开动混战 小八冲锋在前 相应无比 砍翻敌人 一风冲锋好翔 巴拉驾驶着高速螺旋战车 又一次出场了 连自己人都不管 锋利的刀刃 伴有不断射出的箭矢 所到之处 血肉红飞 势不可挡 巴拉手法残忍 将兔妞妞又绑上了战车 小八起码赶来 舍出的弓箭被截住折断 巴拉脚踏兔妞妞 激怒了小八 小八扑上城门 却被一剑穿胸 坠落在地 他呐喊着拔出箭 下一刻 用十万箭齐发朝他而来 卡塔帕等人 举着盾牌 掩护小八撤离 在戒雨之下 不断有人倒下 小八要去救母亲 被卡塔帕阻拦 要求他像他父亲一样思考 小八看着高高的树 有了主意 他们折弯术 像导弹一样高空弹射 盾牌合成的铁壁铜墙 飞入城墙 弓箭手们也无计可施 小八和卡塔帕成功了 卡塔帕挥入旗帜 民兵们如法炮制 纷纷飞上城墙 小八也身勇无比 突破装出阻碍 力大无穷 身勇无比 缩到之处 敌人皆倒下 他手持大铁锤 捶了吊球的铁锁 逆光飞升而下 顺利进入王宫 来到童牛牛身边 童牛又顶着燃烧的铁盆 向着神像走去 剩下的时间 就是巴拉和小八的生死决战 高速螺旋战之上的巴拉 和弹家匹马的小八 开始厮杀 小八盾牌躲过发射的箭石 斩断了刀刃 一脚踩到牛头上 牛手上爆起 时空似乎静止了 两人持长矛相对 同时指出 小八更胜一筹 巴拉被打落在地 战车回损 巴拉的王冠掉落 手持流行铁锥 向小八袭来 小八坑坑躲避 手持盾牌被打压在地 地板碎裂 激起震荡 小八节节败退 紧接着又得到机会反击 两人健身缠斗起来 小八不敌 背勒着脖子悬挂起来 肘子打碎雕像坠落 又被流行锤砸中吐血 脖子的铁链被巴拉拽着 小八倒拔起大树 砸上巴拉 兔妞妞即将完成 圣活审判 巴拉父亲企图阻止 卡塔帕等 保护兔妞妞的人 被拦截在外 通往神像的桥 正升凶燃烧 而兔妞妞无畏无惧 身色坚毅地 一步步走去 两人还在近身缠斗 满分胜负 巴拉的巨大黄金雕像倒塌 雕像的头 满落至河中 兔妞妞正踩着头像 踏过河流 巴拉愤怒不已 脱掉铠甲 招招狠力 刺穿了小八的手掌 将它压制 又硬生生挖住 他的心脏 小八忍痛反击 浴血奋战 身色刚毅 巴拉挥舞着流星锤 小八则手成铁链 做最后强有力的反击 招招击中 挥舞铁链 最后雷霆一击 飞山而起 刺穿巴拉的大腿 空妞妞完成了仪式 将头顶的圣火取下 燃烧终结了这个恶魔 巴拉只留下一声声 凄厉的惨叫 新的王国诞生了 空妞妞为小八戴上王冠 一切终于落幕 黄金头像 随着河流落下山崖 落入雾边的黑暗 黑暗永远不会诸载光明 英雄的光芒永远垂不朽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电影名为 《八户巴里王2》终结 关注电影机站脚 观看更多经典电影